大巨蛋的座椅其实在2022年7月就已经安装完成 我上任之后第一次去大巨蛋市场 现场也有很多媒体朋友 就当面我向远雄提出白色的座椅会有吃球的疑虑 后来我也请了美国职邦大联盟厂务专家 Chad Olson实际到台北大巨蛋做厂刊 提供专业的意见 后来我们师傅团队也有再次很具体的向远雄提出 对于白色座椅可能吃球问题 可以透过加装一套的方式来进行改善 昨天在职棒赛事当中再次发生判决争议的事情 所以威京请体育局再次要求远雄 针对可能吃球的疑虑即刻的进行改善 问题的解决